当婆婆轻车熟路地把牛排放在她儿子那边 我抄起面前的稀饭 淋了老公一头一脸 不给我们吃 谁特么也别想吃 老公顶着一头稀饭茶子 猛逼地看着我 甚至顾不地抹一下镜片上厚厚的米糊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婆婆给我捞的稀饭还是挺稠的 我谢谢她 老公老婆这是干嘛 你手滑了吗 求生育不错 可惜今天我一个都没打算放过 刘明成 姑娘平均身高 有些落后你是知道的吧 啊 是啊 怎么了 刘明成取下眼镜 婆婆赶紧递上刚拧的热帕子 在她儿子那张四百个月的小脸上心疼的擦拭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这要是烫着了怎么办 婆婆小声嘀咕 把分贝控制在不引人注意 而又绝对能惹毛我的树直 像一只捍卫崽子的老母鸡 怎么了 我每个星期从山姆买二十片牛排 想着早上给圆圆补充点蛋白质 你妈自告奋勇 说着早餐这事就交给她 结果呢 整整两周 圆圆就落着半块牛排 还是你那天急着上班没吃完的 椅子一蹬 我冲到厨房 从冰箱里抽出抽屉 往桌子上一砸 你特么瞧瞧 咱家是缺这几块肉吗 全哥这儿当僵尸 都舍不得给孩子吃 这是亲奶奶能干出来的事 刘明成张大嘴 转头看向她那已经红着眼眶抹眼泪的老母亲 你看你妈干嘛 我今天收拾的就是你 我双手插腰 把泼妇行径演到了极致 但凡你这个当爹的要点脸 也不至于两个星期都没发现 自己姑娘天天喝稀饭 就连那杯睡前奶 我要是不亲自掉 浓度就得减半 你妈日子过得抠嗽 你这当儿子的不会提点 可这全家就你一人吃饱喝足就行了 我一个月交五千块钱伙食费 你特么没看到老娘天天喝稀饭 长吸一口气 我把小手无嘴哭得喘不上气的姑娘 搂在手里 刘明成 这是你亲生的娃 你捧在手心长大的娃 你自己睁大狗眼看看 你妈来这两个月 孩子成啥样了 连哭都不敢大声哭 这日子是真没法过了 拿上手机 我抱着姑娘冲出了家门 切 搞得好像外面没好吃的似的 要不是看婆婆天天对着外卖盒子 长须短叹 诉说 艰苦岁月 我能轮着班儿点外卖 只要姑娘能多吃一口 花点钱算啥 五岁的圆圆很懂事 非要把披萨上那只虾喂我吃 老母亲又是欣慰 又是心酸 啥时候开始 虾在圆圆心中居然成了好东西 当初为了让她个子赶上平均水平 我就差神农长白草 蒸虾烤虾白灼虾 虾泥虾饼虾球变着花样来 吃到后来 就连手擀面里揉一丁点虾泥进去 孩子都能皱眉头 就连牛排 她也只能接受特定品牌 特定部位 要不是萝卜白菜 黄瓜茄子 她吃的贼欢 我简直怀疑自己养了个豌豆公主 呵呵 谁能想到 就是这么个小公主 昨晚上跟我说 妈妈 你能再给我 生个小弟弟吗 我可以回老家上学 省下钱来养小弟弟 我当时就猛了 抱着孩子问 宝宝 你知道回老家 就不能每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吗 孩子哇的就哭了 妈妈妈妈 我不要离开你 可是奶奶说了 要是没有小弟弟 爸爸就不要我了 也不要妈妈了 源源就没有家了 你听听 这你能忍 实不相瞒 我其实是个包子 任人捏扁搓圆绝不反抗那种 被亲爸赶出家门 我忍 被同学欺凌 我忍 被外公的大孙子放狗咬 我还忍 因为我妈总是教我 不要在外面惹事 我懂 作为一个初中学历的单亲妈妈 她带着我在娘家 看弟妹脸色 用那一点微薄的收入供我上学 确实再也无法承受任何节外生枝 所以我从小乖到大 哪怕985毕业 年薪50万 家庭事业一把抓 我依然没能养出一点跋扈之气 今天 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与人正面交锋 不是没想过友好沟通 可惜有些玩意儿根本听不懂人话 这不 我一旦亮剑 人家就耸了 才下班 婆婆就低眉顺眼到我房间 娟娜 吃饭了 今晚特意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羊排 呵呵 那羊排还是他刚来时我买回来的 第一天我要做 他说他儿子今晚要健身 不吃油腻的 第二次我要做 他说他儿子出差了 第三次 羊排都解冻了 刘明成打个电话说不回来吃饭 他就麻溜而把羊排收进了冰箱 想想那带着血水的羊排被反复编尸的场景 我就一阵恶心 请你出去 我要陪圆圆睡觉 砰 无辜的门 发出了惨叫 他从来都是这样 不敢明面上发作 但私底下的小动作数不胜数 也是 作为一个在暴力老公与风骚小三的双重夹击下 能熬过三十年的女人 没几把刷子 那是不可能的 可惜那会儿我太年轻 居然还同情他 生孩子的时候 他风尘仆仆从老家带来四只土鸡 一袋紫苏叶和一麻袋干爱好 有黑的脸上刻满了辛劳 让我想起多年前的我妈 可能当妈的都这样 总想把最好的东西 都留给孩子 圆圆生出来 婆婆挂着笑走进我房间 娟啊 没事 先开花后结果 生个姑娘也挺好的 咱不难过 她还唬着脸叫于刘明成 成子 你没事少进娟房间 月子里受风寒 那可是要留下病根的 给我感动的呀 把那营养品不要钱一样的给她买 还给她支招 教她怎么打扮自己 怎么放松 那劳作了一辈子的老妖 就算她月子里不给圆圆用尿不湿 泡奶粉总是对西点 把我定了一个月的月扫 私自改成一周 我都忍了 人非圣贤 不过是抠搜点而已 我可不能惹事 刘明成也还算上道 我给她妈买营养品 她就给我妈发誓平看圆圆 我给她妈买个大金镯子 她就给我买了个好包 作为被重男轻女思想 荼毒了整个童年的我 对刘明成宠爱圆圆 非常乐见其成 谁能想到 人家妈妈打着友军的旗帜 私下致力于给我孩子洗脑呢 欺负我可以 欺负我孩子绝对不行 哄睡孩子 我起身来到客厅 是意料中的场景 一盘红中泛黑的阳台 孤零零躺在餐桌上 山外混着油光 婆婆蹲在沙发边 一把鼻涕一把泪 带着无限哀怨与委屈 劝她儿子要忍让 娟这个人不坏 除了脾气大 有点雇娘家 花钱大放了点 没毛病 大金镯子在空中晃了好大一圈 才拍到她自己那干瘦的胸口 至于给你娘受点儿气 那算什么呢 像当年 你爹带着那件女人打上门来的时候 娘不也护着你熬过来了吗 明成啊 咱不生气啊 大金镯子颤颤巍巍 又抚上了刘明成略显阴郁的脸 看看 这绿茶伎俩 打得我这张熬夜带娃 胶原蛋白 严重流失的憔悴 脸啪啪作响 让你同情别人 让你不尊重他人命运 这要是再忍下去 人家分分钟就能原地起飞 我冷笑鼓掌 好演技 好口才 您在我这当真是屈才了 就凭你这演技 随便找个马戏班子 那也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 你哥我这眼啥白莲花泥 故娘家这事 一直是他们老刘家拿捏我的把柄 我妈中风过后 基本没有了劳动能力 我便一个月三千块钱 请了个老家人来陪她 照顾一日三餐 再隔周去医院复查一次 每次我回家看妈 妈总会哭 她说 娟娜 妈连累你了 要是妈当年能生个儿子 也不至于还要你一个女儿来养老 让你在婆家抬不起头 我总是很理性地跟她分析 妈 你要有个儿子 你那点血汗钱 可不够两个人读书的 那我没准正在那个车间坐流水线工人呢 我照顾你 是应该的 听到这儿 我妈总会又放心又失落地叹上一口气 然后第一万次交代我回去对刘明成好点 你是嫁到她老刘家的人了 她还让你拿钱养我 给我治病 这是多宽厚的心胸呀 你可得对人家小意温柔点 妈 你花的是我的钱 和刘明成有什么关系 何止是这点钱呢 买房的首付我出了一大半 贷款又用我公积金的户头 就连去她家办酒席的钱 我都贪了一半 可我妈就是直不起腰 她就是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接受 自己是由出嫁的闺女来养这个事实 久而久之 刘明成竟然把给我妈发个视频 表达哈关心 都变成了激励我为家庭付出更多的筹码 这不来了 媳妇 你这么跟我妈说话就过了呀 我妈在咱家 任劳任怨 怕你起不来 连早餐都抢着做 每天晚上还督促圆圆 给外婆发誓频道晚安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你这么家强带棒的 可不符合你一直以来展现的优良品格 刘明成站起来 一副有理有据有节的高贵法 哦 忘了告诉你们 她是个初中老师 教政治的 她平生最自豪的是 一是二本毕业却成功上岸 考了个编制 二是慧眼独具在高中时期锁定了我 现在我得给她补充一条 凭三寸不烂之蛇成功 破女强人老婆 你也知道 在家庭关系中 小家关系必须大于原生家庭 这是我一贯以来的信条 可你娘家情况特殊 你妈独自拉扯大你不容易 所以 你对她的赡养我乐见其成 甚至主动去说服我爸 让她别心里不平衡 毕竟 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她有个能干的儿媳呢 咱得互相体谅对吧 刘明成浮浮眼镜 把一套组合拳打得融会贯通 水泼不进 但凡我要点脸 想稳住我一贯以来的贤惠 通情理人设 她这碗迷魂汤 我就得捏着鼻子灌下去 可惜 接我吃了秤妥铁了心 不把她那张被我用各色护肤品养出来的小白脸撕烂 难消我心头之恨 刘明成 你少在那占领道德制高点 我气沉丹田 扫过老绿茶 怒瞪虚伪难 你爹要盖房子 你出了十二万 你妈要买养老保险 我又掏了八万 你妹妹出嫁 拉着我去挑三斤 我又一人给他们买了条金链子 对了 你家祖坟要立碑 我又探了两万 这就是你说的小家重于大家 伸出食指 我对着双标男的额头就戳 我戳一下 她退一步 我戳一下 她再退一步 哀悠一声 终于羊躺在沙发上 你一个月基本工资三千六 绩效六百八 课时费两百二 一个月收入全加起来 也不够你一年的健身房私交费 你哪来的钱给你老刘家修祖坟 用你嘴上那两片油皮碰出来的 刘明成张张嘴 又心不甘情不愿地闭上 活像一只 渴了半天才发现外边是沙漠的绿皮大蛤蟆 老绿茶一见儿子吃瘪 抹抹泪就站了起来 说来也怪 平时给孩子开个电视都腰疼的她 这分钟居然不用人服就自己抡植了 母爱 可真是伟大 话也不能这样说 你嫁给我们老刘家 那所有收入自然都是我们老刘家的 给自己家花钱 那不叫贴补 你听听 这逻辑 土匪听了都得跪下拜师 你听好了 我是和刘明成结婚 但不是嫁给你们老刘家 我赚的每一分钱 可以为圆圆花 可以为这个家花 更可以为自己花 我想在哪儿花 就在哪儿花 走过去把被她蹭过眼泪的沙发店 一把扯下 狠狠地砸在夏傻的刘明成面前 老娘拿自己的工资给你补贴老家 那是情分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本分 结婚七年 我对你从没别的要求 只希望你能利用你的职业优势 好好培养圆圆 让她做一个快乐的孩子 一个能适应社会竞争的孩子 可你是怎么做的 在你眼皮子底下 让孩子吃不好玩不好 还被人教育要牺牲自己养弟弟 唾沫星子一点又一点 全喷在刘明成眼镜上 闪着细小的光 我特么警告你 老子养的是闺女 不是奴才 收起你们男尊女碑 奴言魅谷那一套 别在这祸害我姑娘 说起心爱的女儿 刘明成脸上终于有了两分愧色 我明就跟圆圆说 爸爸最爱的人 永远都是她 那万一你妈在外面 物色个年轻女人 给你生个皇位继承人呢 你妈可早就跟圆圆说了 我不给你生儿子 就得被扫地出门 刘明成扫过他妈那心虚的眼神 气焰又矮了三分 那哪能呢 咱俩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吗 就要这一个 专心把他教育好 作为农村做题家 刷题十二载才混到二本文凭的 刘明成自然懂得 培养一个孩子成才的不义 更何况 他如今做的就是这行 我们早就商量好 只要一个娃 但他面对他妈的花式 催生却从没反应 不赞成 不拒绝 不解释 妥妥的渣男 口说无凭 你现在去立个字句 要是将来有一天 你逼我生儿子 或者找别的女人生儿子 你就净身出户 七年第一次亮剑 不见血自然不会收兵 被我拿话嫁住 刘明成不得不起身 准备拿纸笔 当然 书人肯定不能书阵 刘老师推推眼镜 轻轻嗓子看着我 慧娟 你维护女儿的心态 我能理解 但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希望你能注意方式方法 尊重老人 友好沟通 做孩子的好榜样 也不枉费你妈妈 对你的悉心教导 这话说得妙 就差没指着我鼻子 骂我没教养 我勾唇冷笑 扫过刘明成 被他妈喂出来的大油肚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更希望你不要被封建 遭破所毒害 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不要软饭硬吃 相识十二年 戳起对方痛点来 自然是一戳一个准 刘明成脸色一白 好 我现在就去签字 如果我是过错方 所有财产都留给你和圆圆 免得你说我吃软饭 他妈急了 滑地一下冲过来 抱着他儿子胳膊就好 明成呀 你这要是没个儿子 往后死了都没人烧纸钱呀 你可不能犯傻 我笑吟吟扫过刘明成 静静看他妈表演 刘明成被我笑得挂不住 手一甩 妈 这是我们的事 你别管 老绿茶往我脚边一扑 娟哪 都是妈的错 妈往后指定 对圆圆好 求求你别逼我家明成 我们老刘家不能断后呀 妈求你了 我去 他居然顺势跪下 对着我就磕 磕着磕着 眼人儿往上一翻 他晕了 刘明成冲过来捞起他妈 对着我就吼 何慧娟 要是我妈有个万一 我跟你没完 万一没有 一万花了好几个 当着大夫的面 我哭得比死了亲爹还伤心 大夫呀 我婆婆辛苦操劳一辈子 可不能就这样没了 麻烦您 全套检查给他安排上 所有药物都用进口的 对了 老人家平时常喊头疼头晕心脏蹦得急 您看看要不要做个造影详细查查 到了缴费的时候 我抱着圆圆 站得比谁都远 第一个一万押金 刘明成掏得挺爽快 信用卡砸在收银台那大理石的台面 蹦出清脆的响声 第二个一万 他瞅了我一眼 可惜我又要上班 又要接送孩子 还要刷孝顺儿媳的人设来送饭 实在没时间接受他哀怨的秋波 第三个一万 我听着他问起他妈老家医保报销的事儿 护士在旁边好心提醒 你家用的都是进口药 检查也大部分是自费 报不了多少 老绿茶看护士 那我这病得花多少钱呀 我儿媳妇虽说赚得多 那也不能 渴着我一个遭老婆子花呀 这误会太美丽 我必须得澄清 不理刘明成杀鸡抹脖子的眼神 我赶紧解释 妈 刘明成为了不吃软饭 已经决定不花我一分钱了 你的每一分医药费 都是他用信用卡刷的 不过你别担心 这信用卡吧 他不逼着你儿子今天就还债 这玩意儿可好可人性了 能拖到下个月才还呢 老太太眼神都呆了 直愣愣地看着我 你是说 这几天的开销都是我儿子出的 不然呢 总不能让我这个即将被扫地出门的女人出吧 那多侮辱你老刘家的门楣 我耸耸肩 牵过完平板的小圆圆 转身往外走 对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信用卡还不上最多丢了工作而已 不会坐牢的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可别吓我 冷笑一声 我再次回头 快叫医生啊 这一晕倒 怕是还得好几万 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你的孝顺呢 你的教养呢 流明成亲拍老母亲的呗 声嘶力竭地吼我 我只是不忍看你散家又散才而已 我吸吸鼻子 掐手心疼出点眼泪 毕竟上个月 你妈才喊我带她来做过全套检查 除了有点腰椎肩盘突出 其他没毛病 既然你嫌我话多 那我就先走了 离婚协议 我会发电子版给你 柔柔并不存在的眼泪 我牵着孩子走出病房 后面传来刘明成纳闷的问话 妈 你不是告诉我 慧娟根本不管你死活 连医院都不肯带你上吗 果然 当着我面伏低作小 被过去在她儿子面前上眼药 呵呵 这样的招数 也就忽悠得了刘明成这样的蠢货 把圆圆交给钢琴老师 我打开电脑 发送了离婚协议 附件里 还有这几年 我给她妈买要买衣服 买首饰的清单 你既然不做人 我自然没必要手下留情 第二天 我带着圆圆搬了家 圆圆挑选了自己喜欢的玩偶 滚在铺满太阳花的床单上 沉沉睡去 房东是同事的爸妈 送来新鲜的蔬菜 又淋了一筐红彤彤的小樱桃 我坐在铺着白色压麻的餐桌前 细品红樱桃 俨然一位高傲的女王 锦小慎微三十年 一招发疯 怎一个爽自了的 刘明成来找我 声泪俱下 娟 咱俩认识已经十四年 眼瞅着对方从青涩少年 成长为从容中年 咱俩有什么问题 不能好好说 镜片后的眼睛依然闪烁 却不是当年的清澈模样 是 我妈确实过分 不该在儿子儿媳之间挑拨离间 我已经讲评过她了 可是娟儿 你知道的 我妈 这么多年 确实不容易 刘明成取下眼镜 眨眨并不明显的泪珠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是 你妈确实不容易 嫁给那样一个暴躁 花心不负责任的爹 唯唯诺诺生活三十年 在家庭暴力与贫困的阴影里战战兢兢 刘明成脸上一喜 伸手过来想拉我的手 我就是一挥 站起来 弯腰俯视她 所以 你爹造的孽 要让我来买单 所以 你妈受的苦 要让我女儿再来受一遍 所以 你口口声声心肝宝贝的女儿 要成为你妈重男轻女执念的牺牲者 刘明成 你好大的脸 她脸一白 喜悦的表情来不及散去 就僵在了脸上 混上刚天的仓皇 属时有几分中年男人独属的难堪与油腻 刘明成 这么多年 我是个什么人 你会不清楚 但凡你妈把那叛孙子的小心思收一收 咱们日子能糟心成如今这样 我今儿就把话撂这儿 委屈我可以 欺负我姑娘 绝对不行 我知道 我知道 刘明成终于找到自己的思路 弹起来 从裤兜里掏出一纸协议 你看 协议我都写好了 如果有一天我逼着你生儿子 或是在外面起了二心 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给圆圆 你来当监护人 娟娜 你看 虽说你挣得多 但怎么也算夫妻共同财产吧 我全给了女儿做保障 这份投名状 你可还满意 我扯过协议 粗略扫一眼 再摆她一眼 那你妈天天克扣孩子伙食 给孩子洗脑 让她省钱给未来弟弟用又怎么说 好老婆 你消消气 我已经给我妈严肃沟通过了 她以后一定谨言慎行 尽全力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 她 这不是实在没地方去吗 最后一句话 终于带上了这场交锋最真实的情感 我那位亲爱的绿茶婆婆 老家的领地早已被嚣张的小三占领 她如果回老家 还得伺候老爷与小三 这是我当时可怜她的原因 如今却成了我讨厌她的理由 一个女人守着个废物点信 既舍不得离婚 又没本事捍卫自己的婚姻 反倒把一腔心机全部用来折磨儿媳孙女儿 这是啥 自己淋过雨 就要把别人的散筒筒撕烂 有病去治 我又不是医生 刘明成 从明开始 你健身房就别去了 用你健身的钱 我再添点 给你妈在附近租个小房子 你要去当孝顺儿子 我不拦着 但她不能在私下接触远远 同意 你这就去给她租房子 不同意 你就签离婚协议 房子车子都可以给你 你按市场价付我一半的钱就行 这事儿 离婚协议里我都写清楚了 得益于房子买得早 如今我们名下的房子市值在520万左右 车折价20万 她也得付我270万 什么 她拿不出来 我知道呀 就是算准了她没钱 她祖宗三代家方原亲戚九族都没那么多闲钱 这步 刘明成深吸一口气 卑卑七七开始翻附近租房信息 我收拾东西 准备让她去接圆圆 平复一下孩子的心情 我妈的视频却谈了进来 慧娟啊 你婆婆跪在咱家门口磕头 说是求你不要抛弃她儿子 这是咋回事啊 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刘明成 这就是你妈拿出来的态度 懒得理会猛逼的刘明成 我直接吩咐我妈的护工 张一啊 我婆婆最近腿脚不太好 估计是想多练练跪姿拉伸筋骨 你把门关上 先给我妈做饭 我一会儿就来 接上孩子 我赶回我妈家 两小时的车程 我跟孩子聊了许多 刘明成负责开车 局促射缩 很符合即将被扫地出门的狗腿子人设 当时为了方便我妈求医 特意买的县医院职工的小小二手房 谁也没想到 居然能在今天 成为刘明成家母亲大人的三尺舞台 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点着脚尖 竖着耳朵听我婆婆痛说革命家事 我每天六点就起 给他们做早餐 而媳妇做月子 我还给他熬鸡汤 儿子不懂事 我还让他别惹活老婆 年轻人大手大脚 我就帮他一个子一个子地上 这不都是为了他们好吗 吃瓜群众频频点头 很是入戏 他们脸上淒淒然的表情 取悦了老绿茶 唱起戏来便更卖力 我突破重围杀到门口时 老绿茶正一屁股坐在地上 双手拍大腿 豪得卖力 婆婆 我妈不是说 你跪在我家门口 请我原谅你 不要抛弃你儿子吗 怎么搁我娘家这 肃起苦来了 扫过耳朵快力成雷达的诸位大娘 我一脸委屈 你嫌弃我没给你家生儿子 又虐待我闺女 还挑拨你儿子跟我离婚 说我不该照顾重病的娘家妈妈 如今居然还想回我名声 我告诉你 我这些街坊邻居都是枝根枝底的人儿 谁都不可能被你利用 当成你手里的刀 枝根枝底的人们立刻一脸肃然 后退一步 已显满腔正气 圆圆 你想和奶奶说什么 大胆地说出来 我抱起孩子 让他可以和老绿茶对视 孩子大眼睛低溜溜转一圈 看着他奶奶 奶奶 我喜欢吃肉 更喜欢看奶奶对我笑 你可不可以笑着看圆圆 圆圆不吃肉也行 孩子这话一出 我顿时就不行了 心酸心软的 不成样子 我原以为经过这么久的心理建设 孩子会勇敢地指出 奶奶对她的不公平对待 从而明白要为自己争取 可我真没想到 孩子居然会这么说 效果自是没地说 老绿茶直接愣在了当场 一副又尴尬又愧疚又茫然的样 他可能万万没想到 自己修炼多年的撒泼功底 会败在一个五岁半孩子的真情流露上 围观的人更不用说了 大家集体愣了愣 接着炸了锅 这都什么年头了 还不给孩子吃肉 孩子小归小 眼睛可灵了 谁是不是真心对他 一眼就知道 可不是 我那大孙子 一见我 那叫一个亲幽 卖着小胖腿就往上扑 那是 谁家的孩子谁疼 还真没见过这样事的 眼见观众倒戈 老绿茶终于彻底心慌 我不就是想让他生个儿子吗 这家里没个男丁 往后得受多少欺负呀 你们谁家不都是这样儿的吗 咋到我这就不行了呢 这回的哭号 多了几许真情实感 可惜 观众都后退一步 生怕自己被代表 缺心眼的玩意儿 也不想想 真有这想法的人 谁愿意被你赤裸裸地指出来呢 我蹲下身子 温柔地安慰他 婆婆 虽说你们家没给我花过一分钱 也没带过一天孩子 但冲你月子里给我拎来那四只鸡 我也会和你儿子好聚好散的 你又何必在我妈面前闹这么一出呢 我妈辛辛苦苦养个闺女 躺床上都不敢让闺女回来伺候 生怕你们老留家不高兴 大家都是当父母的 求你手下留情 别把人往死里逼 这句话 音量并不大 但我是咬着牙关蹦出来的 实话说 快忍不住了 来的路上 想过一万次 不能哭 不能闹 不能意气用事 让别人带到把柄 可一看到老绿茶撒泼打滚 围观人窃窃私语那样 那些尘封的记忆如滚滚波涛 排山倒海扑面而来 当年就是这样 我妈生不出儿子 被我奶 我爹 我姑姑指着鼻子骂 骂得满脸抽搐 骂得口墨横飞 围观的人没有一个拉一把 有的甚至磕着瓜嘴儿 按戳戳期待能打起来 我妈被骂得抬不起头 捡起地上的小包袱 抹着眼泪往村外走 走到一半 被我爹喊停 他满怀希望地回头 却看到才四岁的我 就那么被扔在他面前 以一种极其随意 极其嫌弃 极其厌恶的姿态 像一个千疮百孔 再无一丝利用价值的麻布大 从此 我的童年永远地消失在了 这个炎热痛苦的午后 一起消失的 还有我妈的整个人生 从那以后 她活着的目的 是拉扯我长大 而我活着的目的 是证明我不比男孩子差 所以我上进 我努力 我老实 我勤奋 我投悬梁追刺骨 我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我读了很好的大学 找到很好的工作 成立看起来很幸福的家庭 努力把自己活成了亮眼的模样 可是 时隔二十多年 我再一次成为了那条破麻布袋 因为 我没能生一个儿子 哪怕 我倾尽全力 为这个家庭付出了所有 甚至可以说 凭一己之力 浮起了整个家 我依然 还是成为了那条被嫌弃的麻布胆 这次 我不打算再忍 站起来 环视人群 找到在后面 想尽又不敢尽的刘明成 我缓缓露出一个笑 刘明成 看好你妈 别还正要离异呢 你就丧母了 既然委屈 终究求不了全 那就掏出长剑 狠狠捅破这欠收拾的天 我妈一见我 娃弟一声哭出来 娟儿啊 妈给你拖后腿了 妈要是给你生了个兄弟 你哪至于受这气啊 妈颤颤巍巍 从贴身的衣服兜里 掏出一个存折 这是这些年你给我的钱 我都给你攒着了 你拿去 告诉明成 妈花不了多少钱 让她别嫌弃你 啊 往后啊 你少往这边跑 带好圆圆 和他们好好过 等没那么忙了 就好好调养调养 争取给他们生个大胖小子 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我抱着孩子坐下 眼泪一滴滴躺进孩子头发里 孩子懵懂抬头 伸手为我抹掉一脸的泪水 妈妈别哭 奶奶不喜欢圆圆也没关系 远远喜欢妈妈 我再也忍不住了 嚎啕大哭起来 妈 你看看 这么乖巧的孩子 你忍心让他和我小时候一样 被人欺负 被人歧视吗 他要是真有了个弟弟 他能获得多少爱你心里没数吗 我妈张了张嘴 又闭上 半晌不说话 我继续哭 哭得满心悲凉 我的妈妈 这世上曾为一爱我护我的亲人 她平生最大的遗憾 一直都是因为身体不好 没能再生一个男娃 她甚至不愿恨我爸 不愿恨她婆婆 她把她半生的苦楚和挣扎 全部归因为自己没生出男娃 而我 不是她苦痛生命的慰藉 而是她必须面对的 无法逃避的 命运的惩罚 妈 这一次 我没办法听你的 我只生这一个 只会好好培养这一个 因为 她就是我期待了很久的女儿 是我此生最爱的女儿 我是不被期待的女儿 也是被陋习迫害的女儿 我努力奋斗近三十年 就是为了让我的女儿 不再承受性别的歧视 可以落落大方地活在这世上 穿闪亮的裙子 有独立丰富的内心 活出快乐自由的人生 所有的悲惨与伤害 到我这里终止 我亲爱的圆圆 将会肆意成长 狠狠快乐 她会连着她妈妈的童年 一起享受被尊重 被呵护 被期待的幸福 当着灰头土脸来求情的刘明成 我拨通了中介的电话 一是请她爆出我们那套房子的市场价 而是请她物色附近小区 有没有小一点的房子 不管房子是卖给你还是卖给别人 我都会再去买套小的 免得影响源源上学 反正以我的工资流水 头百来万的贷款肯定能批得下来 贴去情绪 我与刘明成的对话干净利落 没夹带任何私货 娟儿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刘明成纠结再三 话出口竟然带上五分伤感 呵呵 我跟你谈现实 你跟我聊感情 OK 成全你 是 我以前确实不这样 我躺在铲床上那会儿 账上只剩四万块 你妈眼缠隔壁产妇的金镯子 我咬咬牙 给她花了小两万 我账奶发高烧的时候 你妈不让你进我房间 说是怕吹着风让我更难受 可她转头却呼呼大睡 我发着高烧哄了圆圆一晚上 你爸说是来看圆圆 转头带着小三儿逛遍三个商场 还让我报销低市费 这些事儿你都是知道的吧 刘明成一脸愧涩 点点头 我继续发挥 就这 我还各种忍让 给你老家各种花钱 就为了让你高兴 就为了让你脸上增点儿光 让你觉得这媳妇挺好 你 能感觉到我的苦心吗 她又点点头 就在你妈来前一天 我还说今年发了年终奖 给你买个BBA 让你在同事领导面前 更有面子 这话没造假吧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 你又是怎么对圆圆的呢 事到如今 我倒是真想问你一句 那个从高中起 就护着我的男人 那个信誓旦旦 要爱我宠我 不让我受半点委屈的你 怎么就变了呢 刘明成 你以前确实不是这样的 擦擦并不存在的眼泪 我把苦情戏演得淋漓尽致 哎呀 静墨者黑 静朱者赤 静细精婆婆 那必须学会唱念作打呀 呵呵 论有一个细精婆婆的重要性 细精婆婆沉寂七天 见我真不回去了 于是放出了终极大杀器 刘明成的扎爹 蒋真 认识刘明成家爹 我才知道 乡村霸总文学 果然是艺术园子生活 一个天原小山村的前大队长 在今天 居然还能左拥右抱 在风骚村花与老黄牛圆配中 如鱼得水 快意人生 嘿嘿 说到这儿 除了不屑 我竟然还有点隐隐约约的 羡慕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我包子当太久 对明目张胆发疯的人生 有了深刻于基因的可判 扎爹一上门 架子摆得很足 慧娟啊 听说你要和我儿子离婚 那可不成 我跟你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你这样半路改门停 歌谷时候 那是要被静诸龙的 梅氏和寡妇思通 还要点天灯呢 有您在前边开路 我不害怕 总感觉旁边看戏的婆婆差点笑出声来 但我没有证据 你 你就是这么和长辈说话的 这样没上没下 你就不怕我告去你们单位 找你们领导好好说道说道 嗯 您去吧 打个车十块钱就到 就是去之前 你得好好上个学 我们领导吧 听不懂你这舌头被狗给咬了的方言 这回不是错觉 旁边的绿茶婆婆腰瞬间就挺直了 也是 她可是一有空就刷肥皂剧的人 如今不光能听得懂 还能捋直舌头来两句塑料普通话 好你个苟杖人士的何慧娟 你这是铁了心 要把我老刘家的脸往地下踩啊 他往沙发上一坐 大马金刀 黄黑的手指裹鞋着一大股汗烟味扑面而来 我跟你讲 房子车子和孩子都是我老刘家的 你一样都别想带走 我去 真拽 好有霸总气势 我掏出手机拨给刘明成 刘明成 献你半小时之内把你家的奇葩带走 否则 我就把你家祖坟给刨了 然后运去你们学校修围墙 你敢 扎爹一个剑步窜到我面前 汗烟杆子 羊得老高 我有什么不敢的 用儿媳妇的血汗钱给你老刘家修祖坟 你也不怕祖宗睡不安宁 半夜爬起来勒死你 还有你 被男人打的时候哭得比谁都惨 遇上事又去捧人家臭脚 你那张老脸 既然厚成这样 就伺候你老公住到小三儿家去呀 可我这桩什么大尾巴郎 甩给婆婆一个白眼 我拎起包就走 你们要是还要点脸 就把我给你们家花的那些钱吐出来 我和刘明成还能好聚好散 不然 我非闹到他们学校 让你儿子丢了工作 回你们老家种地去 我低天呀 这是不给人留活路呀 明成要是没了工作 我不得被乡亲们指着几两股笑话呀 当家的 你再不拿点能赖出来 咱这大好日子就全废了 老绿茶网陛下一躺 开始了他的表演 受他刺激 公公挥着烟杆子就朝我砸 还好 我早就看好了地形 门一甩 把他们反锁在了屋内 深吸一口大气 我坐在门外 听了屋内好异曲交响乐 掏出手机 打开监控 录屏发给刘明成 尊敬的刘老师 这可是别人的房子 所有家具家电都是别人的私有财产 你是准备上门结账 还是要我去你学校找校长说道说道 刘明成刚用我给的钥匙打开门 一个花瓶迎面扑来 擦着鬓脚砸到楼梯 卸下一滩碎片 刘明成脸色一白 缓了一缓 冲进去就和他爹牛打起来 这是一场迟到二十五年的战斗 是压抑的苦痛 是仇恨的宣泄 扎爹估计也从没想过 他这个孝顺懂事 是要面子的儿子 会打他一个无力招架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我站在门口 看着屋内一团混乱 双手还胸 勾起了嘴角 有这丝血性在 刘明成这丝 勉强还算个人 扫过吓傻的婆婆 我静止给每一样毁损的家具拍照 在网上搜同款 同时打电话给家政 把家急活的价钱报得很大声 婆婆回过神来 拉着我哭 娟娜 别找人了 一会我来收拾 那可不行 你还不知道吧 损坏别人的财物达到一定的数额 是要坐牢的 就连家政打扫的钱 也会算在造成的损失里 你不是一直希望爸爸不再出去沾花惹草吗 等他进了看守所 自然就老实了 婆婆瞳孔一缩 连装哭都忘了 何慧娟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是指望老头子教训你一顿 可没想坑他去蹲大牢 我两手一摊 表示随你解释 我反正不会信 刘明成家扎爹就更不信了 一个箭步冲过来 薅住老婆头发 乱泉如雨点般挥洒 显然要把败给儿子的窝囊与恐惧倾泻而出 刘明成看我一眼 毛腰冲到他爹背后 一记闷拳砸弯扎爹的腰 再把他的莲花娘拉到身后 你们两个 够了 一公一母两只炸毛的鸡隔着刘明成对峙 怨毒的眼神扫过彼此 估量着下一次攻击的角度与时间 刘明成扯扯眉心 冷若冰霜 爹 你立马回老家 带上我娘 你俩关起门来 安生过日子 从此以后 若非特殊情况 不要再来城里 如果身体不舒服 我自会联系医生 扎爹眉毛一束 就要反驳 刘明成 一个眼封扫过去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报警 你给屋主造成的所有损失 由你自己承担 该拘留几天 拘留几天 要是我被你连泪丢了工作 我也不愿你 大不了我回家给祖宗们守墓园 顺便问问他们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碰上你这样的爹 刘明成 青筋突起 眼神里满是痛苦与无奈 我看着 心里平添几分爽意 扎爹眼珠一转 心不甘情不愿地闭嘴 婆婆就不一样了 她感觉这场风波 与她关系似乎并不大 因此便踊跃地跳了出来 儿子 你爹这么不懂事 让他自个儿回老家去 妈在这帮你做家务 免得家里没个女人 没法过日子 刘明成扫过他妈 眼底悲凉 妈 我和娟还没离婚呢 你就巴布得家里 没个女主人了 你是非要你儿子 妻离子散 才能称心如愿 我一直体谅你 受过的苦 甚至拉着老婆孩子 体谅你的苦 可你就是这么心疼你儿子的 我还不起房贷 还不起车贷 甚至还不起 给你治病的信用卡 你问过一句吗 刘明成步步紧逼 老绿茶节节败退 你没有 你只想着把娟赶走 你好做这个家庭 唯一的女主人 要不是场合不对 真想给刘明成鼓个掌 这时候咋就长嘴巴了呢 这时候咋就会眼如炬了呢 果然巴掌是要扇到他自己脸上 那才知道痛呀 咱们口若玄和条理分明的政治老师 终于会说人话了呢 真棒 本来嘛 他要是早半点人事 这场大戏根本就不会有机会上演 绿茶婆婆也罢 渣男公公也好 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凡刘明成像个人 跳梁小丑根本就没有登台的机会 一桩婚姻里 最关键的人物 永远是那个身为老公的男人 可惜 刘明成醒悟得太晚 追欺火葬场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在我的刻意为难之下 没办法 男人这种生物 对轻易到手的战果 总是不会太珍惜 年少缺爱犯过的错 我自然不可能再犯 刘明成送走他爹娘 拿出少年时期那一套 每天蹲在办公楼前等我 没有任何进展 就连他策返远 再给我来了一次求婚仪式 我都没赏他个笑脸 笑话 我要是还被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打动 那只能说明 我的恋爱脑在青春时 就已经是晚期 至今无药可治 不如死了算了 直到他主动去做了劫杂手术 并把亲笔写的保证书 原件交给了我 我才退了房子 和他回了我们共同的家 对了 我还拉着他做了遗产公证 但凡我将来有点什么事 所有东西都是圆圆的 没办法 男人的誓言 素来是狗都看不起的对象 我自然也不能免俗 夕阳西下 他深情望着我 高兴得有些哽咽 娟 以前是我对不住你 直到你离开 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我面上动容 心里冷笑 当然重要了 没有我撑着 你拿什么维持你体面的生活 靠什么维系 你那可笑又可怜的虚荣心 娟 咱们从今往后 好好过 把圆圆养的自信快乐 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儿 我眼眶寒泪 感动点头 牵紧圆圆的小手 大一开始 我就没想过一定要离婚 这不 我把她老刘家祖宗八代撕了个遍 都没去刘明城学校闹上一闹 为什么呢? 总不会是年轻时脑子灌的水还没干 相反 七年的时间 我把婚姻这点破事看得不能更轻 这年头 做事总要讲歌性价比 杀敌八百 自损一千 那又何必呢? 思 只是一种手段 得到一个通情理讲人话的配偶 才是我的目的 你若识去 我自然不介意家里 多一个会呼吸的工具人 维持门庭体面 给孩子安全感 也能抵掉许多职场有色眼光 毕竟 一个身在体制内 又主动把把柄交到我手中的孩子亲爹 总比什么不知底细的阿猫阿狗强 若真有不时去那天 有公正过的协议在手 去赴刘女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年少的时候 我总相信我妈说的 忍一时 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如今 我才发现 当我开始发疯 全世界都会为我让路 肆意自由 张扬明亮 王姐还带来了第二个故事 过年放假 回家第一天 我就差点掀翻了吃饭的桌子 事情还要从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把中午饭做好开始 我一口饭还没吃到嘴里 我爸就开始念叨 还是生个儿子靠谱 村子里老张家的儿子结婚半年 家里就抱上孙子了 可他家女儿呢 都三十了 还没个对象 一点都不孝顺 我知道 我爸这话肯定是一由所指 我也三十了 还没结婚 家里因为催婚经常会吵起来 但我无所谓 继续低头吃饭 全当没听到 我爸看我这样子 更加生气 重重地将筷子摔在了桌子上 你结不结婚 其实我们无所谓 可是 你不该瞒着我们买房 要不是你姑姑家的表姐 看见你买房告诉我们 我们还不知道 你弟弟还没买房娶媳妇 你把钱全都拿去买房了 你还是个人吗 良心还有吗 我妈听着我爸的话 也是不满地看着我 小月啊 你是当姐姐的 怎么能不想着弟弟呢 我吃着饭 也不说话 买房是我早就决定好了的 我家重男轻女 从小我就感觉到了 所以 我从来也不指望 爸妈能对我和弟弟一样 我想着的是靠自己也能过得好 省吃俭用辛苦工作这么久 终于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套房子 没想到还是会被骂 我放下了碗 看着爸妈 房子是我自己买的 没有拿你们俩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攒出来的 这有什么不对 我妈听着我的话 怒了 一摔筷子 瞪着我大声地喊 你这是什么态度 现在能赚钱了 翅膀硬了 就敢这么跟父母说话了是吧 我没说话 却看见弟弟正一脸 看好戏地看着我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我被爸妈训斥的时候 弟弟都是在看热闹 甚至于有时候 因为我没能满足 他的一些小要求 他就会故意 去爸妈面前扯谎 让爸妈收拾我 以前我年纪小 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只能忍耐着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笑了笑 擦了擦嘴 看着我妈 妈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妈见我语气平和 没有像是之前一样 大吼大叫 倒是眼神里 闪过了一丝亚意 不过随即便继续道 你弟弟现在还没工作 你这个当姐姐的应该 先给他每个月发点钱 让他能好好地生活 静下心来找工作 还有 既然你已经买了房 那就抽个时间 去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弟 这样你弟弟 也能在大城市有房子住 以后结婚也省得买了 我听着我妈的话 一时间觉得哭笑不得 既然这么说 以后的物业费和车位管理费 我也给他交了呗 另外 他每个月的电费水费 网费我也给他交 我妈还没说话 我弟就赶紧开口 行啊 这可是你说的 我妈皱着眉 倒 倒是也不需要这么麻烦 你只要每个月 给你弟弟打钱就行了 让他自己交也行 呵呵 我真是无语了 我看着我妈 心平气和道 凭什么 我妈却十分坦然 就凭她是我们吕家 唯一的男丁 哪有姐姐住着新房子 弟弟却没地方住的道理 你不用现在觉得委屈 以后你是要嫁人的 到时候嫁了人受了欺负 娘家没个兄弟帮衬你 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我弟听着我妈的话 立刻开口撇清责任 我可不管 嫁出去的女儿 泼不出去的水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妈闻眼 瞪了她一眼 小声道 你瞎说什么呢 现在房子还没到手 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呀 我弟不作声了 我坐在凳子上 只觉得特别好笑 我爸却一副生硬的语气 说什么好听的话 这房子不管怎么样 你都得过户给你弟 我说的就正定了 我冷笑一声 心里有了主意 便点了点头 行 我听你们的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答应了 爸妈看我的眼神 也终于柔和了几分 我弟更加兴奋 看着我 姐 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还想要一辆车 最低也要五十万的那种 不能太便宜了 我笑了笑 好啊 不过姐现在没钱 等姐再攒攒 一定给你买 谁叫你是我们家 唯一的男丁呢 姐姐以后还得指望你呢 我弟听了之后 更加兴奋了 似乎已经摇身一变 从找不到工作的穷小子 变成有车有房的富二代了 吃过饭 我让我弟去洗碗 爸妈正要发怒 我弟却屁颠屁颠地去了 就是因为我许诺他 过完年先给他买个 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看着我弟忙碌在厨房的背影 我忍不住叹口气 以前是自己太傻 老是幻想着 能从家人身上找到温暖 现在看来 不管我怎么做都是没用的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下午 我给我弟看了一下 我的新房照片 问他还有没有别的想装修的 我弟以为我真的 要把房子给他了 兴奋地一直跟我提装修意见 我也假装真的要按照他说的话去装修一样 都拿着笔记录了下来 等说完了装修意见 我弟已经对我很和睦了 起码不像是之前一样敌对了 我弟甚至还跟我说了 他一直喜欢的一个女孩 名字叫白雪 人长得很漂亮 等他有了房 就去追白雪 我听着这个名字 觉得有些耳熟 再仔细一想 这不是我弟的同学张扬的女朋友吗 我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之前在市区的时候遇到过 才知道他们俩是男女朋友 张扬是我弟的同学 两人都是初中毕业就不念书了 别看我弟在家里飞扬跋扈的 可是在张扬面前 就跟个憋孙子一样懦弱 他喜欢张扬的女朋友 看样子 我弟是膨胀了 想找死了 我虽然心里这样想 但是面子上却不表露出来 相反 我还鼓励了我弟 我告诉我弟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车房 只要是她有了车和房 白雪肯定愿意和她结婚 到时候彩礼前我也包了 这下可把我弟激动坏了 一个劲的跟我说好话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跟我弟说我没现金 让他给我一百块 我去买只鸡回来吃 若是以前 我弟肯定不会给我 现在却不一样了 一百块钱和未来的车房财离比 他当然知道哪个更多 鸡顿好上桌了 我骂第一个鸡腿就先跳出来给我弟吃 没想到我弟却直接挑给了我 我爸妈正要发怒 我已经先一步把鸡腿放回了我弟的碗里 并且十分温柔道 弟弟 你是咱们吕家唯一的男丁 这个鸡腿肯定是得给你吃 说完话 我又从盘子里夹起另外一个鸡腿 放在了我爸的碗里 爸 你吃这个 我爸看着我这么懂事 面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妈端着碗 就等着我给他夹鸡翅膀 我却像是没看见一样 坐下来吃饭 我妈瞪了我一眼 自己就要拿筷子去家 我却急忙把碗往旁边挪了挪 妈 桌子上就这么一个荤菜 我爸和我弟都不够吃呢 你也是个女人 怎么能跟家里男人抢肉吃呢 我妈一下子愣住了 举着筷子看着我 我继续道 男人不能不吃肉 女人就不一样了 女人还是多吃菜 瘦瘦的才好看 这是我妈以前对我说过的话 我现在原封不动还给她 说着话 我把中午剩下来的素菜 挪到了我妈的面前 妈 吃啊 我妈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我不动声色地吃着饭 看着我妈难受的样子 和我爸我弟得意的样子 忍不住在心里冷笑 等着吧 我会用魔法打败魔法的 第二天一早 我就跟我弟说 房管局初八上班 初八咱们就去过户去 我弟兴奋地数着日子 俨然一幅房子都到手了的样子 我还叫他看看车 喜欢什么样的 到时候跟我说 我这么一番操作 为的就是能让我弟快点 膨胀起来 果然 我弟的性格就是憋不住话 中午饭没吃 就跑去和白雪说了 我正在家里准备中午饭 就听到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正是村子里的人 老吕 你们可快去看看吧 你们家大墙被人快打死了 我爸妈一听这话 急忙往外跑 我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 顺便去我爸妈的房间里 翻开我妈藏钱的箱子 拿了一达现金装在了包里 等我到了的时候 我弟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我跟着我爸妈去医院 路上 听到了全过程 大概就是 我弟去找了白雪说自己 在市区里买房了 还要买车 以后结婚还会给八十八万彩礼 白雪还没说话 就被来找他的张扬听见了 张扬本来就是个混混 一听我弟赶翘他墙脚 气得把我弟按在地上 揍得不省人事 到了医院 我弟已经被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里 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向里面 我爸妈哭得是鼻涕 一把泪一把 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护士来问谁去缴费 我主动说我去 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钱 我拎着钱就去缴费 还故意录给我妈看 果然 我妈一下子拦住了我的去路 这钱哪来的 当然是你的了 我却假意着急道 这是我前几天刚提出来的呀 我妈气急 她认得包钱的红布 你敢拿我的钱 话一出口 我妈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我爸皱着眉 什么你的钱 你还有钱 这钱是我妈平时扣扣 嗖嗖攒攒下来的 就为了找机会贴补娘家弟弟 我爸当然不知道 现在我就是吃准了 我妈不敢承认这钱的来头 毕竟我家里的经济大权一直都在我爸爸的手里拿捏着 我妈偶尔出去打个零工赚的钱 可是全都要给我爸爸空着 但是呢 我妈的重男轻女不仅仅是体现在家里 更是在娘家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妈有个亲弟弟 今年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了 可却是个从小就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废物 这辈子没上过班 靠着外公外婆和姐姐养着 舅舅结婚生子后 我妈更是对侄子非常疼爱 经常偷摸着给她侄子塞钱 在我妈眼里 她侄子比我这个亲生的女儿要亲多了 但是 我爸肯定不知道我妈偷摸着攒钱接近娘家 所以 我妈是不敢承认这笔钱的来历的 我爸忽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看着我妈 严厉地问 这钱是哪来的 我妈支支吾吾的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急忙道 爸 这钱是我过年前取回来的 弟弟说喜欢新款的手机和电脑 我准备给他买这些用的钱 剩下的准备给弟弟包个新年红包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还是先交住院费吧 我爸听着我的话 觉得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便白白手叫我去 我妈还是舍不得这些钱 刚想阻拦我 我就停下脚步语重心肠道 妈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心疼钱 那躺在病房里的人可是我的亲弟弟 你的亲儿子 咱们老吕家唯一的男丁啊 这一套话 是我从小时候开始 我妈就拿来曝我的话术 只要是好东西 永远要留给弟弟 现在 我拿这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看着我妈吃瘪 一脸便秘的样子 我的心里爽快得很 果然 只有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我爸健壮 美好气地看着我妈 皱着眉道 你再舍不得钱 信不信我打死你 我妈不敢吱声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去交钱 我走远了 还能感受到我妈落在我后背上的眼神 恨不得杀了我爸 呵呵 好戏还在后面呢 我交了钱之后 还没用完这三万 剩下了几千块 我寻思着要去买些华而不识的补品给弟弟 总之不能剩下钱 被我妈拿走 正在这时 我就看见一个熟悉的人朝着我走来 是白雪 我知道他 是因为我弟弟已经当了白雪的田狗好多年了 本来这和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对以前一件事比较记忆犹新 之前有次我买了一双新鞋子 被白雪看见了 他跟我说他周末要出去玩 想借我的新鞋子穿一下 我没答应 结果他就跟我弟弟说 我弟弟回来直接趁我不在家拿走了 事后鞋子也没要回来 我赤责弟弟 还被我妈骂了一顿 我看着白雪 心下冷了几分 白雪见了我 急忙上前抓住我的手 哀求道 小月姐姐 你可一定不能上诉啊 我们可以私了的 如果你们家上诉 那张扬是要蹲牢房的 我都怀了他的宝宝了 宝宝不能没有爸爸 白雪说着话 一手捂着小腹 一脸哀怨地看着我 我乐开了花 要不是现在我弟弟还昏迷着 我一定要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我看着白雪蹊迹的眼神 却装作无奈道 白雪 你也知道 我在我们家是没有地位的 我说的话我爸妈只当放了个屁 根本不会听的 这样吧 我爸妈就在前面ICU病房门口呢 你现在过去求求他们 说不定能行 白雪以为我是给她支了个招 便千恩万谢地去了 我跟了上去 躲在墙角转弯处偷偷地看 果然就看见白雪被我爸妈骂的狗血淋头 我妈甚至不解恨 还打了她两巴掌 我看了一会儿 便悄悄离开 去外面转悠了一圈 吃了顿好吃的 我才慢悠悠地回家 当然 吃饭的钱和买补品的钱 都是用我妈之前交完住院费剩下的钱 一回家 我就听见我爸在屋子里打电话 在联系人 想问问这件事怎么要赔偿 我呵呵地笑了笑 真是一响天开 张扬是出了名的混混 连工作都没有 兜里的钱比脸还干净 我爸居然还妄想让对方赔偿 我都能知道 张扬必然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态度 这个哑巴亏 我弟只能受着 正在这时 我妈从外面回来了 一看见我 我妈立刻冲到我跟前 仰手就要打我 我钻住了她的手腕 妈 你要干什么 想打我吗 我妈使了使劲 却根本动弹不得 便一下子甩开了我的手 没好气道 小剑蹄子 把三万块钱还给我 我笑了笑 什么三万块钱 那是我取出来的钱 怎么成你的了 我妈怒视着我 你少装算 那钱就是你从我箱子里拿的 果然是个小贱人 居然知道我藏钱的地方 你说 你是不是早就惦记上了我的家产 我告诉你 你是个闺女 就是个赔钱货 你别想着能占到一点家产 我听着我妈的话 呵呵一笑 你的钱我都嫌脏 我不屑于要 但是弟弟躺在医院里 我不能坐视不管哪 我妈更生气了 大声骂着 那钱是我攒下来给浩浩买车的钱 浩浩是我唯一的折儿 她要买车了 我这个当姑姑的一分钱不给 你叫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回娘家 我真的是对我妈这个思维逻辑叹为观止 在她的眼里 大概是侄子大于我 弟弟大于我 我听见身后传来动静 故意道 妈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 我表弟那边有舅舅舅妈 外公外婆四个人帮着 还需要你这个姑姑出什么力呢 再说了 你是个女人 你已经嫁到吕家来了 你怎么能老是想着娘家呢 你这样子 我爸知道了该多伤心啊 我故意拉长了语调说 我妈听着我的话 一副非常不耐烦的样子 我不管 反正那钱是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到时候你好好表弟买车 我一定要出钱帮忙的 我笑了笑 那我弟怎么办呢 我妈却道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有钱 你爸也有钱 凭什么花我的钱 我妈这话还没说完 我爸就忽然从门口冲了出来 一巴掌打在她的头上 我妈没有反应过来 一下子被打倒在了地上 我爸指着我妈大骂 臭娘儿们 你居然敢偷偷藏钱 接近娘家 你侄子买车管你屁事 你是想着以后养老让你侄子来是吧 行啊 那你现在就给我滚 这是我吕家的房子 你滚回娘家去 我妈听着这话 也气得大骂 我平时赚的工资都给你了 你还不知足 这三万块钱是我攒了好几年 全靠着捡瓶子指箱子存的钱 你还想都拿去 窝囊费 窝囊费的男人才花女人的钱 我爸正在为了我弟的事情生气呢 听到我妈说这话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上去全打脚踢 打累了 我爸才哼了一句离开 我妈都快被打得没意识了 她努力地睁着眼睛看向我 嘴里断断续续的 小月就妈妈送妈妈去医院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 看着我如此冷漠一动不动 我妈咬着牙骂我 你这个你这个小贱人 果然是赔钱货 一点用都没有 我冷静地看着她 忽然道 妈 你记得以前我上中学的时候吗 有次冬天 我在外面洗碗 因为水太冷 手都冻僵了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 爸爸喝醉酒回来 看见我摔碎了碗 把我打得眼眶充血 趴在地上很久爬不起来 当时我也跟你求救了 我求你送我去医院 您是怎么跟我说的呢 我妈的脸色变了 她应该是想起来了 我笑了笑 你跟我说 这一切都怪我 我不该去招惹醉酒的爸爸 要不然不会被打 我爸正在气头上 如果你带我去医院看的话 我爸也不会饶了你的 我妈雨塞了 我继续说着 后来你就进屋了 你抱着弟弟在屋子里玩看电视 大冬天的 没人在意我 我强撑着一口气爬了起来 亮亮呛呛地出了家门 幸好遇到了村主任的妻子云姨 她看我可怜 知道我的情况后 把我送去了医院看病 我说完话 看着我妈 我妈被我看的眼神有些闪躲 却还是嘴硬道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 这么点事情记恨妈妈 不是妈妈说你 你一个女孩子一点宽容大度都学不会 以后可是要吃大亏的 我听着我妈的话 笑着道 没关系 反正我也没什么大出息 以后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妈 你也是女人 你生了病 也不需要去医院 多浪费钱啊 在家里忍忍就好了 我说完话 立刻转身离开 我妈就算是被打成这样子 还不忘在后面扯着嗓子骂我 我走到隐蔽的地方 拿出手机来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打了个车去我舅舅家 我舅舅是个一辈子都没工作过的人 日常生活就是吃喝玩乐 反正外公外婆疼爱他 花钱给他娶了媳妇 之后还生了我表弟 我舅舅四十多岁了 活这么久没工作过 俗话说这人不能闲着 一闲着就容易出事 我舅舅就是不务正业的代表 他结识了一群中年混子 一群狐朋狗友成天聚在一起吃喝玩乐 当然了 每次出了什么事情 都是我妈给他收拾烂摊子 我到了舅舅家的时候 一敲门进去 我舅舅看了我就没好气 小月来了 你妈呢 上次说要给我买双新的皮鞋 我等了这么久都没给我送来 你妈眼里还有我这个弟弟吗 这话说的我其实习以为常了 脸上还陪着笑 我妈没和我说起这件事 舅舅 今天我是来求你去救救我妈的 你要是不管 我妈可就要出大事了 我舅舅听了我的话 满不在乎地继续玩手机 又和你爸吵架了 叫我去干吗 我又不是居委会大妈 小月啊 不是我说话不好听 是你爸这个人就是有问题 我可是他小舅子 一天天地什么好处都不给我 现在我也懒得管你们家里的事 你也别来求我 舅舅不耐烦地说着 背过身去 一副想要赶我走的样子 我轻笑一声 道 那就可惜了 我妈攒了三万块钱 跟我说是要给浩浩买车赞助的钱 可惜被我爸知道了 我弟这不是住院了吗 我爸就把钱拿给弟弟交住院费了 我妈不乐意 我爸就把我妈打了 一听到有钱 舅舅立刻不玩手机了 转身看着我 什么?三万块钱 我点点头 那可是我妈平时捡瓶子和纸箱子攒的 就为了给浩浩买车添点钱呢 舅舅一听这话 立刻见钱眼开 钱呢? 现在钱在哪里? 我着急到 已经给弟弟交住院费了 我妈因为这个被打了 现在还在家里呢 我都不敢送他去医院 我爸要是知道了 肯定打死我 舅舅 我只能来找你了 你去救救我妈 把我妈送医院去 再跟我爸要住院费什么的 说着话 我还把之前拍的照片给舅舅看 照片里 我妈满脸血痴胡拉地躺在地上 我舅舅不是傻子 听到这话 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 急忙就点头 行 说着 叫我先回去 不要惊动我爸 先把我爸吻在家里 然后他去找他的朋友 一快去我家找我爸算账 我点点头离开 出了舅舅家的门 我才忍不住笑出声来 看吧 即便是看见了我妈的惨状 我舅舅也对这个姐姐没有丝毫的关心 唯一关心的就是 要怎么借着这件事情 从我爸那边再要到更多的钱 也不知道 我妈如果知道了我舅舅的反应 会不会失望呢 我回了家 我妈已经自己跑到了我弟弟的房间去 她身上没钱 也去不了医院 最关键的是 我知道她死要面子 被我爸打成这样再出去打车去医院 出去的时候肯定会被人看见 那样多丢人哪 我回家没多久 我舅舅就带着人来了 那一群人都是我舅舅平时结交的一群混混 个个都是五大三粗 看起来就一脸凶相 我爸不肯给钱 我舅舅就开始让人把我爸按在地上 扬言要谢了我爸的胳膊 没想到我爸也早有准备 看见我舅舅来了 就给他朋友打了电话 这下好了 院子里一下子聚齐了两伙人 因为钱 两伙人谁都不让谁 开始打了起来 我欣赏了一会儿狗咬狗 然后才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报警 说这边有二十几个人在互殴 警察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 来了之后 这群人还在打个不休 警察当即就全部带走 我妈拖着病体跑了出来 一看我舅舅也要被带走 我妈一下子慌了 上去一个劲地求饶 警察可不容她继续胡搅蛮缠 直接说 如果你再阻止他们执行公务 就要被一并带走 我妈哭得撕心裂肺 我爸气得不行 抬脚一脚踹在她肩膀上 我吕家可算是白养你了 这么多年给你吃给你穿的 你倒好 就知道帮着自己弟弟 我妈捂着肩膀 也不敢说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和我舅舅 一起被带走 等到人都走了 我才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我妈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舅舅怎么会来 是不是你这个小贱体子去报信了 我笑着点点头 妈 你这不也挺聪明的吗 我妈更气了 伸手指着我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那可是你舅舅啊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你舅舅从小娇生惯养的 这下去蹲耗子 要是受不了怎么办 你舅舅怎么能受得了那样的苦啊 我妈真情实感地担心了起来 我看着我妈的反应 真是很无语 我看着我妈 道 你要是真的担心她 你就该拿钱去保她 要不然 她可能真的不能活着出来了 我妈被我说得更加发慌 下午 外公外婆就来了 开口就跟我要钱 说是要拿钱去保释我舅舅出来 我直接一口回绝了 没钱 外公见我这样 不由分说就要打我 我又不是傻子 一下子躲开 并且道 我即便是有钱 也不会给你们一毛 外婆气得坐在地上 开始大骂我没良心 就为了吸引来村子里的人看 还小声跟我说 你要是今天不给钱 我就让你的名声在村子里臭了 这样看你以后还怎么嫁人 我笑了 你以为我在乎吗 我根本不在乎啊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外公外婆也越来越过分 他们细数我这么多年没良心 不算是个人 我点着头 对啊对啊 我就是没良心 没出息 不算人 我毕竟是女孩子嘛 我连上学的学费都是自己捡瓶子赚的 你们当时说我是个女娃 肯定没出息 既然这样的没出息的女娃 现在又来跟我要钱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外公瞪着我 那是你舅舅 你的亲舅舅 你居然见死不救 你不怕遭报应吗 我呵呵一笑 投胎到这家来 有你们这样的外祖父母 有我爸我妈这样的父母 已经是我的报应了 外公被我说得恼羞成怒 上前来就要打我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助手 我转身一看 是村主任的妻子陈云 他是个很好的人 以前每次无故被我爸妈赶出家门 都是他收留我在他家里过夜 不但是这样 他还会给我做好吃的 他儿子比我小一岁 他给我们俩吃的东西 也是一样的 甚至有时候 还会多给我一些 我之所以能平安的长大 都全是因为他的照顾 我看见他 一下子眼眶有些湿润 喊了一声 云怡 在他来之前 我明明不难过的 因为他们这样对我 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为什么 在看见云怡来了之后 却一瞬间感觉好委屈 云怡站在我身边 看着面前的两人 你们当乡亲们都是傻子吗? 小月这孩子以前受了多少苦财过来的 你们现在还好意思来要钱 要我说 你们儿子四十多岁了还要靠着外甥女给钱 真是脸面都不要了 云怡说了几句 周围的乡亲们也都纷纷附和 我低下头 忽然就内心脆弱得不行 原来 被人关心的时候 会变得脆弱不堪 正在这时 一张抽纸递了过来 别哭 不是你的错 我抬头 看见比我高出一头的陌生男人 有些诧异 云怡解释道 小月 你不记得了 这是我儿子宋辰 小时候经常和你一起上学的呀 他后来去国外念书了 几年刚回来呢 原来是他 我有些尴尬地打了招呼 云怡拉着我的手 道 这家里的破事你不用管 你能混到现在的程度 全都靠你自己的努力 和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今年过年就去云怡家里过 有云怡在 谁敢欺负你 云怡说着话 拉着我要离开 我外公外婆不让 还想上来纠缠 被宋辰给逼回去了 大年三十 我留在了云怡家里过年 云怡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跟我说叫我安心住下 就当自己家一样 我心中感动 想给云怡发红包 表示感谢 可是云怡阻止了我 我是长辈 你是小辈 怎么能让你给我发红包呢 说着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红包来 给我和宋辰一人一个 下一瞬 宋辰就直接把他那个红包递给了我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宋辰笑笑 少装了 小时候每次有什么好东西 我不都把我的给你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这个不一样 这是红包 再说了 我都大了 你提以前的事 又不幼稚 宋辰看了看我 那也给你 我又用不上 我不想要 想还回去 宋辰却巧声道 别还回来了 我有事求你才给你的 你就拿着吧 我好奇 有事求我 什么事儿 宋辰悄低头 帮我介绍个女朋友 我妈天天催我 我都快烦死了 我轻笑 我没什么女性朋友的 也没有合适的介绍给你 这事儿你算是找错人了 说着就要把红包退回去 宋辰却按住了我的手 实在不行 你自己顶上也行 我有些震惊地看着她 却刚好对上她 看向我的意味深长的眼神 我莫名有些脸红 急忙转过脸去吃菜 云一好奇 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我没作声 宋辰笑了笑道 说吕小月她太侄女 有人追她这么多年都看不出来 我更惊讶了 难道宋辰她追我 云一看着我们俩 一下子露出了人的笑容 然后给我夹菜 看着宋辰道 那只能怪这人太没用 怎么追女孩子能藏着掖着呢 得大胆一点 是不是啊 小月 我没作声 宋辰却一个劲地点头 然后给我夹了一块 踢了刺的鱼肉 轻声道 我要是大胆一点 你会不会不理我呀 我抿了一口橙汁 笑了笑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窗外烟花四起 电视里播着春晚 我迎上宋辰炽热的眼神 知道以前的一切苦难都已经结束 我的未来必然美好 如果有意思 我会被拒网 你怎么听的 本来不停 我会被拒网 我显不停 的